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之前的视频我们做了soupy泡芙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更简单的奶油小泡芙 同时总结一下大家做泡芙时常遇到的问题 以及如何能做出成功的泡芙 在制作开始之前,提前预热烤箱到200摄氏度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将面粉一口气直接加入到锅中 所以需要提前过筛准备好 面粉如果不过筛,容易让面糊有小疙瘩 小奶锅中加入牛奶,糖 一点点盐来增加风味 无盐黄油 炉灶开小火 将牛奶和黄油慢慢加热到黄油融化 等牛奶像这样完全沸腾冒大泡泡的时候 关火 将锅子从炉灶上拿下来 迅速倒入筛好的低筋面粉 倒面粉的动作一定要离火操作,避免发生危险 然后用刮刀不断搅拌 动作要迅速,让面粉充分被牛奶烫熟 充分烫熟的面团质地很均匀 没有干粉颗粒 把锅子拿回到炉灶上,开小火 用刮刀将面团不断地翻炒 让面粉充分糊化 充分糊化的面粉才能吸收足够的蛋液 从而让泡芙膨胀 把面团不断拨散开来 把面团烫均匀 直到锅子底部结了一层白色的膜 就说明面团已经烫充分了 炒面的过程大概需要一分到一分半钟 新手操作不建议使用不粘锅 因为不粘锅是没有办法结这层膜的 就很难去判断面糊的状态 炒好的面团能够抱团 表面看上去也很细腻 把面团转移到小碗中 把它拨散开来 帮助它快速降温 这期间我们来打散两颗鸡蛋 鸡蛋最好要恢复室温 这样比较容易与面糊拌匀 做泡芙所需的鸡蛋液的量是不固定的 同时也受鸡蛋大小的影响 所以这里你可能用不完两颗鸡蛋 也可能因为鸡蛋比较小 需要用到第三颗鸡蛋 一会儿我们会根据面糊的状态 来判断要加多少蛋液 当面团量质摸上去还是温温的 但是不烫手的时候 就可以加蛋液了 如果面糊太热会把蛋烫熟的 鸡蛋液少量多次的添加 每次加入之后 用刮刀拌着蛋液全部被吸收 面糊状态均匀 再加下一次蛋液 在拌匀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时不时的把面糊提起来 看一下它的浓稠度 像现在这种一坨的状态就太稠了 继续来加蛋液 越到后面 鸡蛋液越要少量的添加 这样才方便掌握面糊的状态 避免一下加多了无法弥补 现在我们提起刮刀 在刮刀上的面糊会呈现这样一个倒三角形 并且它的边缘是比较光滑的 长度在4厘米左右 这样的面糊状态就是刚刚好了 不需要再继续加蛋液了 挤小泡芙 我们可以用这种大口径的8尺花嘴 也可以用这种圆口径的裱花嘴 开口直径在8厚米左右就可以 把裱花嘴装入到裱花袋中 装入面糊 烤泡芙的时候 烤盘上要垫烘焙纸 一是不会让泡芙粘在烤盘上 二是它的导热性要比硅胶垫好 不容易出现凹底的情况 用一点面粉掺少许水 调成一个浆糊 找一个矿泉水瓶盖 一般这种瓶盖直径都在2.5到3厘米时间 大小刚刚好 蘸一点浆糊 在烘焙纸上印几个印 拿它作为开始的参考 可以避免泡芙挤得太大或者太小 小泡芙挤2.5到3厘米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挤太大或者大小不均匀 就会出现烤不透 烤不均匀等问题了 裱花嘴离烤盘近一点再挤 然后挤的时候尽量保持高度不动 最后再提上来 让它形成一个自然的花形 用圆嘴的泡芙挤的动作也是一样 要保持不动 这样才能挤得圆润 泡芙和泡芙之间要留充分的距离 最好是一个泡芙大小的间隔 如果彼此之间挨得太近 会影响它们的受热 出炉后容易塌陷 如果有尖特别长的这种 可以在手上沾点水 把它按下去一点 将泡芙放入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将烤箱下调至190摄氏度 先烤15分钟 等泡芙膨胀起来稳定之后 转170度 再烤12到15分钟定型 这期间不要开烤箱门 避免温度皱降 泡芙塌陷 最后时刻 可以以最快的动作拿出一个泡芙 看看底部是不是已经烤硬了 如果烤硬了就可以出炉了 将烤好的泡芙转移到网架上晾凉 晾凉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来打发奶油馅 淡奶油要用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加入细砂糖或者糖粉都可以 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 如果室温比较高 可以把盆坐在冰块上 这样更容易打发 当奶油开始变浓稠 出现纹路以后 转为中低速打发 避免将奶油打过头 打到奶油纹路不会消失 刚刚达到没有流动性的状态就可以了 装入裱花袋中 裱花袋前面剪一个小小的口 刚能挤出奶油这样就可以了 用筷子在泡芙底部戳一个洞 将奶油打进去 小泡芙的制作难度比酥皮泡芙要小很多 步骤更加简单 一口一个 外壳松脆 奶油馅香甜 如果你喜欢软软的泡芙 可以把打好馅的泡芙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 让泡芙表皮吸收奶油馅的水分 这样也很好吃哦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大家做泡芙常遇到的问题 首先泡芙为什么会膨胀形成空心呢 简单一句话就是 蛋液被充分糊化的面粉吸收之后 在高温下产生大量水蒸气 使得泡芙膨胀 这里就有几个重点了 蛋液充分糊化的面粉 高温 我们通过烫面 让面粉中的淀粉充分糊化 这样面粉才能吸收足够的蛋液 所以一定要在牛奶像这样完全沸腾冒大泡泡 而不是冒小泡泡时 关火倒入面粉 这样才能保证液体的温度是够的 同时炒面也要炒充分炒均匀 才能让面粉充分糊化 其次是蛋液蛋液加少了膨胀力不够 而蛋液加太多泡芙膨胀后太湿太软 面粉组织无法撑起它的结构 就会出现新膨胀后塌陷的情况 所以蛋液的量也要掌握好 最后一条是高温也就是我们的烤箱温度了 首先要确保在送食物进烤箱之前 烤箱是已经充分预热到设定温度的 至于预热多久 每个烤箱的情况都不相同 所以在这里 推荐大家使用烤箱温度计 在预热之前放入烤箱中央 等看到温度计度数达到设定温度 就可以开始烤了 除了充分预热烤箱之外 烤箱温度准确 以及在放入食物之后 能保证在一定的高温不掉太多 也是成功的关键 如果你的烤箱实际温度 比设定的温度偏低 或者送入食物以后 烤箱温度骤降 都没有办法让泡芙成功地膨胀起来 那么如何确保泡芙膨胀以后不塌陷呢 首先是保证在降温之前 泡芙已经充分膨胀定型 这一点温度也是关键 同时 在烤制的过程中 不要开烤箱门 避免温度骤降 其次是要确保泡芙在出炉之前 已经烤干了里面的水分 这样它出炉之后 才不会出现凹底塌陷等情况 了解了泡芙膨胀和定型的原理 相信你也能烤出成功的泡芙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